结婚纪念日这天,妻子谎称加班,却在演唱会现场亲吻自己的男闺蜜,镜头扫过,我就坐在他们后排,演唱会上,歌手来到互动环节,如果你最爱的人就在身边,此刻你最想做什么? 全场骚动,有人声势浩大的在现场给女友求婚,有人拿起一束鲜花,哭着问出那句我们能不能在一起,我沉默着看着身旁这个空荡荡的座位,今天是和我周妍妍结婚五周年纪念日,这个歌手是她喜欢了十年的人,为了给她一个惊喜,我特意中金请黄牛帮我抢了两张前排的票。 还在早上出门前叮嘱她,老婆下班早点回来,我有惊喜给你。 她不嫌不淡得点了点头,余光中,我瞥见她羽绒服里,穿着蕾丝花边撩人的性感长裙,我心中还在暗笑,嘿嘿,老婆穿这么好看,肯定是为了今晚完美出场。 下午五点半左右,她又给我说,今天加班,晚点才能回家,我刚想告诉她我买了她最喜欢的歌手门票,隔着电话,她突然对我吼道,宋宇,你能不能别这么烦? 话耿在喉咙,不上不下,压得我一个字都冒不出来。 周妍妍性格要强,什么事都要争第一,既然她说了要加班,那就是更改不了的事实,我安慰自己,不能过结婚五周年纪念日就不过,我出身孤儿院,无父无母,人到中年,娶到周妍妍这么个九八五高材生,现在又还有一个孩子,这样的家庭生活,我期盼了二十几年,我应该知足,应该对周妍妍感恩。 我摁下心中的苦涩,转头收回目光,可下一秒,我突然笑不出来了,大屏幕上,女人和男人食指相扣,女人带着结婚用的头纱,依偎在男人肩上,狼情惬意,妩媚动人。 歌手也笑了,打趣道,妻子和丈夫这么恩爱,要不要现场接个吻?他们没有反驳,观众们也沸腾起来,大声吼着,亲一个,亲一个,亲一个。 人生顶沸之际,周妍妍主动吻了上去,唇齿相交,耳并撕磨,那一瞬间,我攥紧了衣角,食指抠近手心,剧烈的痛感,逼迫我认清眼前的现实。 女人是我的妻子,谎称加班的周妍妍,男人是她的男闺蜜,杨浩我不明白,她吻得热烈又动情,那我算什么,他们又算什么,我还没见过互相交换唾液的闺蜜,一吻完毕。 主持人又问,刚才是妻子主动亲吻先生,妻子有什么话想对丈夫说的吗? 她眨了眨眼,哑着嗓子,我希望余生每一天,你都在我身边。 男人伸手抚摸上她的脸颊,指负轻轻妈撒,哪怕永远这样,你也心甘情愿。 她点头,眼神迷离又浅全,甘之如鱼,永不后悔。 我听不下去了,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场,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嘛,要成为他们Pay中的一环,手机滑落在地上,位置不够大,我站起来,侧着身子去捡,也就是那一瞬间。 镜头扫过,我杂然出现在屏幕上,周妍妍的脸色煞是大白,猛的一个回头,与我遥遥相望。 原来,她就坐在我前面两排的位置,进场之后,我想着周妍妍喜欢了这歌手十年,一个多小时,一直拿着手机对着屏幕录制,想要给加班后,她的一个惊喜,没成想,竟没有注意到她离我这么近,送雨。 她眼眶微红,拨开人群朝我走过来,这一次,我大步向前跨过去,远远把她甩在身后,我仓皇地往外跑,每走一步都心如刀割,疼痛难忍,坐到电瓶车上,我才突然发现天空飘起了雨加雪。 这辆我结婚前买的电动车,前几个月,坐垫已经被磨破,泡沫海绵翻了出来,沾上化成雨水的积雪,渗进我的裤子里,我冷不丁地打了个机灵,其实不是没有钱换新车。 只是前段时间,周妍妍抱怨,我还在让她挤地铁,她觉得丢人,我看着她落寞的神情,咬了咬牙,给她买了辆奔驰,车刚开走不久,周妍妍就追了上来,杨昊坐在驾驶座上,看见我发顶上飘着的雪花,愣了一愣,随即嘴角又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讥笑,快三十岁的男人了,还在骑电动车呀。 哥,你也不觉得冷吗?周妍妍瞥了她一眼,下了车一步一挪,朝我走过来,她走得慢,我清晰地窥见她白花花的胸脯,袒露了一半在外面,早上我还觉得这件裙子性感,如今我只觉得讽刺,她在我面前不化妆不识多,我原也觉得这样挺好的,免得折腾一场,到时候辛苦的还是她, 可人家见男闺蜜,倒是打扮得妖劳多姿,她踩着高跟鞋,居高临下地望着我,眼神里似乎透露着不屑,你还要闹吗? 我闹?你和别的男人公然接吻,我没上去给他两巴掌就算了,你还想我怎样? 我气得发抖,捏着拳头的右手,忍不住想要冲上去,把杨浩摁在地上揍,我们只是朋友,她是我闺蜜,你懂不懂什么叫闺蜜? 我轻笑一声,真是觉得好笑,闺蜜就可以不顾男女之分,就可以手牵着手在外面肆无忌惮地接吻。 我想起我们结婚的时候,周妍妍也闹着一定要杨浩当她的伴娘,我当时嘴角抽了抽,心想她一个大男人当什么伴娘,但想着他们俩关系这么好,小时候她又救过周妍妍这么重要的时刻,让她参加一下应该没什么关系。 就点头同意了,谁知道结起那天,我被守在门口的杨浩堵住,似笑非笑,八万八才能过这道门。 我当时没忍住,就给了她一巴掌,清脆的声音响起来那一刹那,周妍妍不顾一切冲了出来,看着捂着脸的杨浩冰冷刺骨的眼神盯着我,宋宇不想结婚就给我滚蛋。 我气得不行,订婚给了八十八万八的彩礼,外嫁婚前我全款一套房,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,就这样了她还要叫人在结婚当天为难我,兄弟们都让我别再忍气吞声,从没听说哪个女的结婚让男闺蜜堵在门口,要八万八的。 可我看见周妍妍微红的眼角,脸上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,我突然就觉得,不过是八万八,只要能娶到她,我也认了。 交了钱之后,周妍妍喜笑颜开,爬上了我的背,还不忘记警告我一句。 宋宇,杨昊是我的好闺蜜,以后你要养我,还要养她,知道了不? 当时我满心都是她,哪怕白眼,在心里翻了几百遍,面上也不会给周妍妍人任何难堪。 可今天,老子不想干了,趁杨昊还没反应过来,我啪啪甩了她两个巴掌,周妍妍一脸怒意地蹬着我,一张小脸轻一阵白一阵。 明明不远的距离,我却觉得,我从来不懂周妍妍,深吸了一口气,我失望地看着周妍妍,说出那句那句压在我心底很久的话,我们离婚吧。 我们离婚吧,你和你的男闺蜜去过,毕竟,除了没有夫妻名分,还有什么事,是你没和她干过的呢,周妍妍大叫一声,立马冲过来抱住我,我不同意。 我把她的手指一个一个掰开,钻进奔驰里面,拿起备用钥匙飞奔离开,车一气绝尘,留下两人站在车的尾部,吃了一嘴的灰尘,我拉了自己的好兄弟出来喝酒。 酒入长喉,三分醉意,我再也忍不住,趴在沙发上哭了起来,我不知道事情怎么变成这样的,我和周妍妍,其实有过一阵幸福的时光,我是姑儿,工作大都市软件工程相关的,没什么机会认识女孩。 周妍妍是相亲公司介绍给我的,她985本科毕业,肤白貌美,最绝的是那张脸,靠近薄梗处,虽然有一条淡淡的疤痕,但一点也不影响她的美貌,反而给她平添了几分韵味。 在几次接触过后,她主动问我要不要做她男朋友,我当时跟捡刀宝一样兴奋,我和不少人相亲过,他们看中我美国留学回来的背景,喜欢我月入十万的工资,但是每当我说出我没有父母之后,这些女孩基本都不会再联系我,而周妍妍这么优秀,却能看上我,连没人都说我运气好,摊上了高枝。 其实我想不明白,她为什么嫁不出去,这三年的感情不是假的,她会在我生病的时候穿上围裙,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她,亲自给我熬粥,会在我家搬到深夜的时候,亲自给我送来夜宵,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那里等我,她还会在我未病犯了的时候,一个人急得掉眼泪,守在我的病床边好几天,我没办法说。 她对我不好,想到这里,好兄弟看着我,恶狠狠捶了我一拳,宋宇,你不会不想和她离婚了吧? 你不要忘记,她是怎么对你的,又是怎么对她那个男闺蜜的。 你别忘了,上次你那辆车是怎么没的的。 我当然没忘,和周妍妍结婚,因为房子是我婚前全款买的,写的我一个人的名字,我怕她在这场婚姻里面没有安全感,除了给了他们家八十八万八的彩礼,又提了一辆六十多万的车,只写了周妍妍一个人的名字,给她提了一辆车之后。 她却每天带着杨昊出去兜风,我朋友甚至撞见他们两个,互相靠在身上,当即给我告状,说我肯定被虑了,还见兮兮地指着周妍妍问她以朋友之名,被自己的好闺蜜草过的感觉是不是很刺激,很有禁忌感。 我那时说什么,我捏着拳头,挥向那个朋友,你他妈在造谣妍妍,你信不信我弄死你? 她一个好人家的姑娘,我不想听到任何关于她不好的话,从小到大,我一直不同人呛红了脸,大家都知道我的脾气最是好说话,自此以后,大家都知道周妍妍在我心底的地位。 再也不敢在我面前乱说她的话,但事实很快就打了我的脸,两个月后,周妍妍便卖了车子,把钱转手就给了杨昊,那是我和她第一次吵架,两个人声音大的,要把整栋楼都掀起来,她冷冷地盯着我,那对你来说只是一辆车,对杨昊来说却可以救她的命,你怎么这么冷血? 宋宇,你太让我失望了,我让她失望了,她又凭什么说失望两个字?杨昊前男友,黄笃笃,除了第三个字,其他都沾,杨昊单方面和她分手之后,每隔一两个月,前男友又会把刀架在她的脖子上。 手指上威胁她给她一笔钱,不然就让她断一根手指,或者少一块肉,周妍妍为了救她,已经三番两次,把自己的存款拿去救杨昊,周妍妍脸上带个划痕,是小时候被绑架时划上的。 她说,如果不是杨昊拼命救了她出去,她现在就被卖去了小山村,就不可能成为我的媳妇,我被这个逻辑震惊了。 为了这个救命之恩,她把自己的钱花进去了,我没话说,可车是老子熬夜打工赚来的钱来的,是我心疼她,让她没必要早起去挤地铁买的。 她凭什么把她卖了,凭什么?我们闹得很凶,甚至两个人冷战了起来,大有一副第二天就去民政局领离婚证的架势,可没过一个月,周妍妍就告诉我,她怀孕了,想到孩子,我看了眼手机,三十六个未接电话,全都是周妍妍和我丈母娘,丈母娘轻易不给我打电话。 今天我为了和周妍妍单独过二人世界,把孩子交给了她照顾,丈母娘能打这么多电话过来,只有一种可能,孩子出事了。 想到这里,我大脑轰的一声就炸开了,我期盼多年,只为了能有一个圆满的家庭,小玉的到来让我的愿望成了真。 给了我继续生活的动力,她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。 凌晨三点,我不敢耽搁,捡起沙发上的衣服,往身上套,一边快步走,一边回电给丈母娘。 宋玉,你还知道接电话,孩子出事了,立马转三十万过来。 三十万,我心里又震惊又害怕,震惊的是什么是需要三十万,害怕的是小玉真的出了严重的问题,不然怎么会一下子要三十万? 这孩子来得不容易,她七个月就早产了,生下来就我一个巴掌大,呼吸都很微弱,我前前后后在医院花了四十来万,把她放在保温箱里养着。 她才逐渐长成正常人的样子,后来一岁大的时候,她又确诊了超雄症,两岁的时候,她就可以把四五岁的小男孩摁在地上揍,脾气上头的时候,揣得他妈直不起腰,我又把她带去医院,花了重金定时打针吃药,压制住她的雄性激素。 但最近几个月,小玉的情绪都很稳定了,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她打人的模样了,其实我一直觉得奇怪,医生说超雄症大多是遗传,可我去医院检查过,我的染色体很正常。 而且这二十多年,我从来没有爆发过剧烈的冲突,记得当时周妍妍还阴阳怪气我,你一个姑儿,谁知道你爷爷奶奶是什么人? 说不定是什么暴力恐怖分子,不然小玉怎么可能会得这个病? 一说起我是姑儿,我就没话说了,后面我也没再追究小玉这个超雄症的来源,毕竟有很大的可能,就是我隔代遗传给她的,让你转就转,废话那么多干嘛。 还没等我来得及说话,丈母娘又在电话里吼我,我把泪水逼回去,心下一痕把钱赚了过去,三十万对我不多,但我买房又接连给周妍妍买了两辆豪车,还有孩子出生后的一系列花费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来,一路上我轰开油门。 加快速度往医院飞奔而去,刚刚赶到,就看见周妍妍脸对脸凑在杨浩跟前,从我的角度看过去,两个人似乎在接吻,我大脑那根弦突然就断了,我和周妍妍还没有办离婚手续,他们就又在我面前公然搂搂抱抱,我冲去拽住杨浩的衣领,给了她一拳。 宋宇,你有病是不是?周妍妍把我拉开,我抬头一看,才发现杨浩的脸高高肿起,刚才被我捶了一拳的右脸和左脸上的伤疤硬衬起来,极为对眼,我一把把两人推开,滚,看见躺在病床上的儿子。 头上缠绕满了白布,鲜血微微从她的后脑勺渗出,看见红色血迹那一刻,我再也忍不住了,额头青筋挑起,我揪住周妍妍的衣襟,怎么回事? 她为什么会受伤,还把后脑勺磕出了血? 躺在一旁的丈夫娘,蹬得一下就跳起来了,把手里的瓜子往地上一撒,猛地对我唾了把口水。 宋宇,你放开我女儿,是你儿子自己有病,关妍妍什么事? 我抹了把脸上的唾液,忍住了想要给丈母娘一拳的冲动,要不是看我和周妍妍还没离婚,我真的想要给她一个大逼斗。 当初一老卖老,要了我八十八万八的彩礼不说,转头就把彩礼交给了杨浩,送给她买房子,说什么杨浩就是她的干儿子,她疼她一点怎么了,周家所有人都把杨浩都亲人来看的。 周妍妍被我揪腾了,泪眼汪汪地看着我,老公,你先放开我行不行。 我的手牵住周妍妍的围巾,手部力量慢慢收紧,白赤灯照在我和她之间,杨浩想要冲过来救她,却被我一张脆了毒的眼神吓退,两条腿像是惯了牵纳般难受,竟然呆呆地望在原地一动,也不敢动。 从我进门开始,我就知道,这绝对不会是简单的受伤那么简单。 丈母娘这个人,把什么心思都写在脸上,当初看重我能赚钱的能力,贪图我卡里的余额,甚至不惜给周妍妍下药,送上我的床。 我刚才一进来,她的眼神就盯着我和周妍妍看,时不时还要用余光瞟一眼杨浩,她再不待见我。 可躺在病床上的是她的亲外孙,而且她知道,这个亲外孙是我的命根子,平常一直都在讨好她。 这次小玉受了这么严重的伤,她竟然不像以前一样,殷勤又谄媚地在我面前照顾小玉了。 老公 你在,用力我就要死了,小玉是我的亲儿子,我不会害她。 我松开掐住她脖子的手,周妍妍呼吸着新鲜的空气,大口大口地喘气,看着我的眼神。 如果说从前是鄙夷和不屑,那么现在就是后怕和胆怯,是的,她在胆怯,第一次她发现我这个人,温和的时候什么事都可以商量,整个人如暮春风。 狠起来的时候,又什么人都不认,我端起床头的玻璃水杯,一饮而尽,小玉究竟怎么受伤的,说。 宋妍妍望了我一眼,吞了吞口水,说不说。 手中的玻璃瓶突然爆碎。 飞溅起来,扎进宋妍妍的高跟鞋中,她痛得惊叫起来。 我低头一看,手心尽是玻璃碎片,烟红的血液顺着我的手腕往下落,滴在周妍妍的裙边,她瘫坐在地上,忍不住抖了抖,她再也忍不住,眼泪似绝低的大坝般哭了起来。 周妍妍说,今天她妈照顾小玉,忘了给小玉定时吃治疗超雄症的药丸。 小玉晚上在楼下玩的时候,和楼下的一个小男孩起了冲突,当时小玉就急了眼,一个四岁小孩直接把一个七岁大男孩推倒在地上,还扇了人家几巴掌,楼下那个男孩也不是吃素的。 站起来就把小玉踹翻在地上,小玉没站稳,从楼梯上滚落了下去,我捏着拳头,玻璃扎扎进我的肉里,我却一点也不疼,你妈呢? 我她妈给了你妈一千块钱,让她照顾小玉几个小时,她人呢? 丈母娘吓得后退了几步,哭嚷着说她当时恰巧上楼给小玉找零食去了,才让别人钻了空子,审她妈吃零食。 我就没见过她和小朋友玩的时候吃零食,我闭了闭眼,想把她们一家人都刹个干净,但我只是说,周妍妍,等小玉醒过来,我们就去离婚吧。 离婚吧,这鸡飞狗跳的生活,我再也受不了了,她还是哭闹着说不要离婚,她还给我说今晚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,让我原谅她,我甩开她的手,冷声冷气道。 那你和杨浩再也不要来往。 诺大的病房突然就安静了下来,杨浩在刚才的争执中吓得早就跑路了,你看,周妍妍对她都这么掏心掏肺,就差没有卖身卖人了,她还是能在周妍妍求救时逃离开来,而我的好老婆,哪怕亲眼见证了这些,她还是不愿意和她断了联系, 她们还真是天生一对,都说婊子配狗。 天长地久,我看是真的,周妍妍不愿意和我离婚,大概是看中了我月入十万稳定的赚钱能力。 刘美回来之后,我一直是大厂的抢手一线员工,但没关系,我手里有她出轨的证据,她不愿意就去法院好了。 我眯了一阵,醒过来后,小玉还在昏迷之中,明明医生都说了,小玉只是暂时性磕伤了,很快就会苏醒的。 我心里悬着那颗心被人拧着,揪着,我情愿躺在病床上的人是我,但是当下还有更要紧的是,我去楼下给昨晚小玉的缴费单报医保,按照正常来说。 三十万的医药费,大概能报二十五万以上,单子打出来的时候,我却傻眼了,为什么只能报二万七? 我昨晚交了三十万,哪里来的要这么贵,还不给报销的? 小护士白了我一眼,戳着上面的数字说,哥,你看清楚,你这个病房,昨晚交的不是三十万,是支付了我们这边三万块钱。 三万块让你报二万七,你不敢恩国家就算了,在这里嚷嚷什么? 我看着手里那张轻飘飘的单子,却怎么也不敢相信,三万的医药费,为什么要骗我三十万? 张母娘人虽然是快了一点,但是胆小如鼠,什么违法乱计的事都不敢干,她不可能平白无故要私吞我二十几万。 突然,我想起什么,摇了摇护士的肩膀问道,医院哪里可以看监控? 我借口我怀疑医院讹诈我老婆前的原因,逼迫医院给我看了昨晚我不在的时候走廊的监控。 我想,如果我没猜错的话,小玉不是被另一个小孩推下去的,她后脑勺的伤,大概是我老婆亲自亲自干的。 我在保安室看了反反复复看了三个小时,出来的时候脸色铁青。 要不是保安把我扶住,我差点就要倒在保安室的门口。 昨晚上,张母娘守在急诊室里面,周妍妍和杨浩坐在门口的长椅上,她小心翼翼摸了摸她脸上的伤疤,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 疼吗? 杨浩一把抓住她的手,整个人也跟要碎了一样。 怎么办? 妍妍,那个恶魔又回来了,她又回来了。 她说今晚只是给我个教训,要是我在周五不给她二十万,她就要把我一个手都砍掉,拿去喂狗。 她口中的恶魔,如果我没猜错,就是她的那个不学无术又暴力倾向的前男友。 没事没事,我等下让我妈给宋余打电话要三十万。 周妍妍抱着她的头痛哭,又补上一句,孩子伤得这么重,她又把这个孩子当命一样看待,不会不给。 说到这里,杨浩才喘了一口气,似乎是为保住自己的手掌而感到幸运,又为拥有周妍妍这么个女闺蜜感到幸运。 可下一秒,她的眉头皱了起来,孩子伤得这么严重,她会不会怀疑我们? 你放心,今天回去的时候,你还记得不,楼下有个小孩,看见我们两千着手,大声骂我是个荡妇。 小玉冲过去,扇了她两巴掌,又把她推倒在地。 那个小孩当时也把小玉推下去了,只要我们一口咬死,这是楼下小孩干的,就没人会猜到我这个亲妈会把自己的儿子摔下楼梯。 而且,小玉那时候背对戏我,肯定不知道是我亲手推了她。 周妍妍说得平静,我的心脏扑通扑通地狂跳,那不是正常的心律,那是想要杀人的心律。 我真的想问她一句,自己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小孩,竟然比不过杨浩一个外人,她究竟是一个母亲吗?是一个活人吗? 一通分析之后,两人终于搂在一起,嘴角纷纷扬起了笑意,我呆坐在电脑面前,看着这一幕,瞬间泪流了下来。 明明早就知道是这样的情况,可亲眼看见,还是会让我心痛,我这前半生,一路磕磕绊绊,从没遇到有人爱我,周妍妍稍微施舍给我一点真心。 我就恨不得把整颗心都掏给她,我用了十二分的敬爱她,可她回给我的,全都是利用和欺骗。 她的双手能紧紧搂住杨浩的身躯,却从来不肯施舍,给我一个怀抱,都说拥抱是世间最亲密的行为,用双臂抱住另一个人的身躯。 整个人陷在对方怀里,甚至把后背交给对方,使人都说,拥抱是比性更加亲密的行为,可周妍妍从不让我抱她,她也不抱我,每次我张开手臂,她都嘲讽似的来一句,矫情死了。 你一个大男人,能别这么恶心不?时间一长,我也不再向她索取拥抱了,原来她抱人是这个样子的啊,我没敢再继续看这个画面,点击电脑左键视频继续播放。 下一秒,我握着手机的手哗啦一下没拿稳,手里再次落到地上,屏幕瞬间四分五裂,像我的心一样。 妍妍,那毕竟是你的孩子,下次别对她这么狠了。 杨浩,你什么语气,我对她狠,还不是为了你吗? 再说了,什么叫我的孩子,她也不是你的孩子吗? 你小点声,我就要说,现在孩子天天叫宋宇爸爸,你也不经常过来看她,作为小玉的亲生父亲,你还算个爸爸不? 妍妍,你也知道,我毕竟不能太明显了。 杨浩把周妍妍搂在怀里,语气轻柔,周妍妍也软了下来。 好了,当初我既然这么干了,就想到这一天了,你别自责了。 只是没想到宋宇慧这么喜欢小玉,她要是和我离婚,肯定会要小玉的抚养权的,后面的声音太小,摄像头收音不好,我没听清楚。 被保安扶着走出监控室的时候,我的四肢都在发软,杨浩没有孩子,他就要给他生的孩子。 你这么傻逼,自己一边傻逼去就算了,为什么又要来算计我? 这个孩子,我又是付出钱,又是付出时间精力的,连带着自己那颗心,也落到了小玉身上,到头来。 他给我说,孩子不是我亲生的那一瞬间,我恨不得把这两个狗男女剁成碎肉喂狗,保安安慰我。 老弟别伤心啊,你有这个证据起诉离婚,他们犯的可是故意谋害罪。 我点了点头,没有回声,我们国家对孩童的保护力度还是挺强的。 但是只是让他进去蹲几个月监狱,太便宜了,难解我心头之恨。 那一刻,我当初申请全奖,刘美的智商又浮了起来,瞬间给他们安排了结局,我回去的时候,孩子已经醒了,丈母娘隔着走廊对我大声吼。 宋宇,你死哪里去了? 小玉已经醒了,她的药没了,还愣着干什么,还不快去买。 我啪得一巴掌就打过去,清脆的巴掌声响彻在走廊,莫要就让你女儿去买,那是她的孩子。 从前我为这周妍妍总是忍了丈母娘,现在反正都要离婚了。 我再不打两巴掌,就没有机会了,周妍妍看见这一幕,也对我破口大骂,我直接副纸粘贴,再次甩给她两个巴掌,一对母子,两个齐头。 一趴,四巴掌拦截我心头之恨,见周妍妍挨了打,宋宇扑到我身上,一双小腿在我脚下踢来踢去,我一时没有注意,她用尽全身力气踩在我的脚趾头,拇指硬生生响了起来,我把她提了起来。 看着这个和我毫无血缘关系,我却呵护了四年的孩子,她也有模有样朝我脸上挥舞过来,我抓住她的手,生了气,你为什么打我? 你打了妈妈,我不准任何人碰妈妈。 说话间,她双脚朝我腹部猛猛踢去,四岁大的小孩,加上超雄正的加持,差点把我胃酸踢出来。 我没能忍心,也给她几个大嘴巴子,毕竟自己用心带了这么多年,可我没也想到,我亲手带大的儿子,到头来也和她妈一样狼心狗肺,或许,这就是血缘的力量。 我收起自己强求这份缘分的心思,一把把她扔回床上,对周妍妍说,明早九点,带好东西,民政局不见不散。 周妍妍靠在墙壁,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切,宋宇,我们不是说好不离婚吗? 什么说好不离婚,明明是她自己死缠烂打不想离婚,你婚内出轨,怎么,是想法院见吗? 我笑了笑,盯着周妍妍的眼神,一刻也不敢错过她瞬息万变的神色。 你看,一说起这些,她的脸就像调色盘一样精彩,但她还是不依不饶。 宋宇,算我求你,别离婚。 我和小玉都需要你。 她还敢提宋宇,我心里那窜火苗又生起来,一个没忍住,抬手勒住她的脖子,纤细的血管在我手中收缩起来。 我笑着问她,耍了我五年,让我给情敌养孩子,你满意了吗? 周妍妍剧烈地抖动起来,眼里闪过一丝害怕,颤抖着问,你都知道了,我没再回答她,跨步走出了病房大门。 周妍妍还在后面叫,宋宇,你给小玉买两盒药再走。 买药,我能给白眼狼买药,我回一句,有病就去治,楼上就是精神科。 许是知道挽回不了我,周妍妍没有再纠缠,只是提出要五十万的离婚费,五十万,刚好在我的承受区间内,她大概是算准了我会给,所以才提出来这个要求,我当然会给,我还怕她觉得愧疚,不问我要呢。 五十万,我想大概能让她受好长一段时间的折腾了。 在民政局字丸子之后,周妍妍左手牵着杨昊,右手拽着宋宇,哦不对,应该是杨玉的手,一家三口幸福的画面,而我站在一旁,活像个孤家寡人。 她突然就笑了,宋宇,我当年看中你老实,这几年你也没让我失望,老实地服务我,老实地帮我养孩子。 说起来,我应该感谢你。 杨玉朝我吐了吐舌头,做了个鬼脸,嘻嘻,妈妈让我感谢你的照顾,宋叔叔。 说完,她牵着两人的手就走了。 一家三口呵呵大笑,周妍妍和杨昊都称赞杨玉乖孩子,是他们的福宝,我好心提醒了一句,孩子还没学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,记得按时给他吃抗超雄症的药。 周妍妍甚至不自然地僵了起来,她想起自己孕晚期,被孩子折磨得没睡过完整的两个小时,又想起刚生下来,小孩吸奶,硬生生把他的乳头咬破了一个大洞。 杨昊看到的杨玉,已经是我带去医院控制住超雄症的小孩,所以,她想都没想就说,吃什么破玩意,我看超雄就是骗人的。 就算是真的,我们男孩子就应该威武雄壮,吃什么屁药,变成娘娘腔。 就这样,周妍妍刚花大价钱的药,被杨昊扔进了垃圾桶,周妍妍尾随着他们父子,神色担忧地离开了,我也没闲着,掐着时间去餐厅赴约。 今天,我约了王晋见面,就是杨昊的前男友,我把他和周妍妍的亲密照摆在桌上,又和他捋了捋时间线。 答案当然很清楚,杨昊在和王晋谈恋爱的时候,脚踏两只船,一条腿伸向王晋,另一条腿不忘了继续勾打周妍妍。 他把照片收好,眼底迸发出怒意,你最好别骗我,不然我会让你死,无,全,是。 我摆了摆手,示意让他先离开了,王晋这种人嚣张惯了,在社会上从来都是横着走的,他可从来没体会过什么叫做背叛,哪怕这个人是他的前男友, 他也能把他翻出来,让他吃不了兜着走,走到门口的时候,我顿了顿脚步,好心提醒他,杨昊身上有五十万。 王晋扭头看了我一眼,我又笑着说,他住的那栋房子也写的他的名字。 身吸了一口烟,朦胧之中,我瞧见王晋背影传递出来的兴奋感,是应该兴奋,一份上百万的房子,还有五十万现金。 哪怕他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,也没见过这么大一票,下面的故事都在我的意料之中,最开始发生的是杨昱每天在家里闹腾,对A父母拳打脚踢,天天闹着要吃汉堡薯条牛排,只要周妍妍和杨昊不给他买。 他能拿数据线往你身上抽,杨昊也没想到,一个四岁的的小孩近带的跟十几岁一样,他急眼的时候,能把你的手指头都踩碎,周妍妍劝杨昊还是花钱给杨昱买点药,控制一下他的症状,杨昊骂咧咧说,那个药那么贵,他好不容易有五十万,怎么可能花在买药身上。 周妍妍看着满身的伤痕,愣住了,偷一次,她觉得自己不认识这个杨昊了,她当然会觉得眼前的杨昊陌生,毕竟从前那个温柔体贴的杨昊一直都只为了骗她的钱,榨干她的价值,如今她没了利用价值,脾气差一点,动辄打两顿都是家常便饭,我没想到爆脾气的周妍妍忍了下来,没关系。 真正的大戏还没有开场,周妍妍为了照顾孩子,干脆辞了工作,想着用那五十万去投资一点什么,或许他们有机会实现财富自由,三个人的家,没有一个人工作,二十四小时超长时间的面面相聚。 很快,他们三的家庭就是三天一小吵,五天一大吵,我派去监视他们的人回来给我说,杨昊每天动不动就打周妍妍和杨玉,杨玉只要一发脾气,就拿刀往两人身上砍,现在三个人的身上,没有一寸是好地方, 而且经常凌晨三四点,楼上还在乒乒乓乓,大声辱骂,我让他架把火,在小区群把他们的门牌号公布出来。 没过几天,杨昊一家就被投诉了,乌业警告了很多次,但三个人打起来,根本想不起这些,还是不顾他人,死活在半夜吵架,虎殴,看人。 最后,上下两三楼的邻居忍无可忍,带着人上了门,直接威胁,半夜再吵,你们就滚出我们小区。 这一威胁不要紧,据说说话,这个人的儿子和杨昱在同一个幼儿园,原本就有暴力倾向的杨昱,第二天直接带了把剪刀,刺穿了那个小孩的身体,现场一片混乱,鲜血横流,小孩运气好,没有死,但情况不容乐观,医生说。 恐怕以后,呼吸会成问题,关键时刻,人家抛出了两个选择给他们,要么法院见,他们不告到让他们坐牢的地步,绝不认输,要么五十万私了,他们既往不救,五十万,刚好是杨昊手里的现金流。 周妍妍当时,周妍妍当时就差给杨昊跪下来了,昊哥,把五十万给他们,我们私了吧,我不想坐牢,昊哥,周妍妍不愧是九八五毕业生,当时就反映过来,杨昱一个未成年法律会保护这种人渣,但法律不会保护十八岁已经不负责任的父母,如果有人进监狱。 那么必然是他们夫妻俩,杨昊的脸清一阵白一阵,嘴唇发白,整个人也吓惨了,哭嚷着说自己没有五十万了,他一分钱也没有了,王进前几天赌输了钱,又把他拦在小巷路口威胁他要钱,他本来以为这次也和以前一样,给他几万就可以了,谁知道王进直接说要五十万,一分不多,一分不少。 刚刚好五十万,似乎算准了,他有那么多钱一样,关键时刻,周妍妍想到了我,她打电话给我求助,宋宇,求求你救救我吧,不然我就要去蹲牢房了,我还这么年轻我不想去。 对不起是我错了,你能不能原谅我?你给我个机会,让我回到你身边,我保证我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,我没停下去,直接把电话挂了,洗心革面,重新做人,他还是去监狱洗心革面吧,没去成。 他们两把坐牢,当下就低价,把房子卖了,私下解决了这件事,就在两个人以为终于要喘一口气的时候,王进又找上门来了,听说你们把房子卖了。 怎么?杨昊,你想跑?他把当初我交给他的照片甩在杨昊的脸上,吩咐手下,只要不完出命,随便他们折腾。 我也是听说,听说杨昊某个部位破裂,再也没有那种功能了,手指头也被剁去一根,当时整栋楼都响起他杀猪般的惨叫,周妍妍没事,只是被吓傻了。 他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王进在他面前折磨人,把隔夜饭都呕了出来,当时他就收拾东西跑了,没有带洋玉,没有管遍体鳞伤的杨昊,他卷着卖了房子剩下的二十来万,往娘家跑了。 周妍妍总以为他爱杨昊,其实他们不过是因利而聚,如今又因利而散,天下兮兮皆为利来,天下嚷嚷皆为利往,我从来都不意外他们的选择。 周妍妍以为躲进娘家就没事了,杨昊成了半身残罪,没办法追过来,但又长了一岁的杨玉可,活蹦乱跳,周妍妍把杨玉养在身边,不到一个人, 整个人就被他折磨得不成人样,从传回来的照片看,大概和乞丐差不多,我前丈母娘情况也不怎么好,劈头散发,不远处杨玉还拿着一把带血的剪刀。 嗯,这就是不受控制的超雄证,后来我听说,警察查到王进对杨昊做的事,且证据确凿,当即决定抓捕王进,他被判了有期徒刑五年,在法庭他还对杨昊放话,你他妈给我等着,等老子出来我弄不死你。 我坐在观众席笑出了声,世上从来没有白吃的午餐,但我最喜欢不花一分钱利用别人,王进永远都想不到,是我告发了他,白白吞了我五十万,他也该受点教训。 但谁知道,杨昊似乎被王进那句话吓疯了,当天晚上回去,就吞了滴滴味,自杀了。 哦,这么不经完,至于周妍妍,她人倒没死,只不过气也没剩几口了。 等她想起来砸锅卖铁,用要压制杨玉的超雄证,晚了,已经来不及了。 我后来在相亲,遇见一个姑娘,她喋喋不休地在我耳边说起八卦,城东有个女的真的倒霉,小孩爸爸莫名其妙和迪迪未死了,她一个人拉着孩子长大,这就算了。 听说他们家小孩是恶魔转世,学校没人收她,整天在家里发疯,拿到自己妈身上砍,女人身上就没有一块好皮肤。 你不知道她多可怜,因为要照顾这个阎妍爷,也没办法出去工作,每天只能等阎妍爷睡死了,出来打点零工养家。 那天我看她可怜,让她把我家里三层外三层打扫了个遍,说起来她还挺卖力的,趴在地上,就差把地板舔干净了。 时隔两年,再听到周妍妍的消息,我竟然没有半分动容,我笑着说,那你还挺善良的。 她也笑了,夕阳落在她的发丝上,那一刻,她扬起一抹好看的嘴角,本小姐这么善良,你考虑不考虑和我在一起。 我愣一愣,朝她递过去一张,她在微博许愿的演唱会门票,你好,女朋友。 小姐,不想等待见了。 不是说,你这种风筝月 convention开始,但是这个风筝月突然在街上有一个瓶口城里, 我说,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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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 就是说,我们学来一切。 这种风筝月委员出来的第一次查看,我为什么看起来。 我看起来我,为什么看起来我,没有什么转 익。 我知道我看起来我,没什么转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